各位观众,大家好,大概在20年前,我们公司府城景观特别委托东门美术馆制作了一款限量100个的纪念碑 这款纪念碑由知名艺术家李昆林设计,印有它的字画像和签名,独一无二,极具收藏价值 没想到20年后,我们再次与卓馆长相遇合作,这次准备请东门美术馆为公司30周年推出新的独特纪念品,延续这段充满艺术与回忆的历史 这个杯子是我们公司10周年,我去找东门美术馆卓馆长,帮我做一个10周年的纪念碑 但是我希望全世界就独有,不要有人有,所以我就做了100个 那当时要独有一定要找一个艺术家,我们来找一个艺术品,我自己也不会画画 所以我就找了李昆林这个艺术家,跟他的作品里面找到一张他的字画像 把它印在杯子上面,这个有版权哦,当时有付版权的费用 也有李昆林他的签名,也有压时间,这个时间是2003年 2003年我们公司10周年近了,我们这个杯子有限量100个 下面东门美术馆制作,东门美术馆100分之后,这个是100分之后 东门美术馆制作,那我们时有送给我们公司啊 特别重量级的贵宾才有这一个,所以有一百个我们的最好客户 好,我们就送,送这一个贵子 不知道啊,辗转经过20年,2003年年底啊 团长居然来到,卓馆长来到我们归人农会仓库啊 就又找到我,他希望啊,来这里是不是有一个仓库空间啊 可以来做,呃,做文创啊,来这里做一些美术,艺术的展览 好,我才拿出这个杯子才发现,原来啊,20年来啊 20年前啊,我们就已经,啊,帮,结缘,啊,帮那个,我们公司找到一个很有意义的纪念品 也,也跟馆长啊,也认识20几年 所以我们最近啊,有准备啊,再来,再来做一个啊,我们公司30周年庆,30几周年庆的一个纪念品 啊,也要结合艺术,啊,而且要找到世界可能是独有的 啊,当然这个费用不会很高,但是这个纪念价值会很高 那这位李坤连先生啊,这位作家啊,我后来才知道原来他跟我同年纪 而且他在,啊,在我做的这个杯子啊,大概五年后啊,啊,不幸了,他就意外过失了 所以这都很有故事,很有故事性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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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